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担心台积电禁军美国市场会削弱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 正在考虑制定新的出口规则, 只允许这家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出口比其最先进生产节点落后两代的技术。 如果这项规则得以实施,可能会减缓台积电在美国的扩张步伐, 因为该公司目前主要依靠在美国积极建设先进的晶圆厂。 这项新出口政策的核心是政府的N2规则, 该规则仅允许将落后台湾领先技术两代的工艺技术出口海外。 此前,台湾坚持N1规则允许台积电出口所有落后台湾领先制造工艺至少一代的技术。 新规则更为严格,根据对待的计算方式, 这意味着台积电可能只能出口落后其最先进技术2到4年的工艺节点。 根据国科委的说法,按照这种方法, 如果台积电在台湾开发出1.2奈米或1.4奈米集的制造工艺, 那么只有其1.6奈米集的产品才有资格在国外使用。 目前,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Fib2117工厂, 能够生产采用N4N5工艺属于同一代的晶片。 在国内,台积电拥有多座已全面投产的晶圆厂, 具备3奈米集制造工艺N3B、N3E、N3P等的能力, 并且即将开始大规模生产采用N2工艺节点属于2奈米集的晶片。 从形式上看,台积电的Fib2117工厂已经符合N2规则。 然而,一旦台积电在2027年开始在Fib2127工厂采用300米级工艺生产晶片, 该工厂将不再符合N2规则, 因为N3工艺在形式上仅比N2、N2P、A16工艺落后一代。 然而,虽然A16是采用背面供电网络的N2P, 但如果将A16视为全新一代产品, 那么Fib21第二阶段将符合新的高科技出口框架。 郭克伟还强调,台积电的大部分研发人员仍留在台湾, 并指出公司的研发布局符合政府要求。 实际上,这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集中部署, 确保了未来的工艺开发能够扎盖于台湾本土, 即便公司在海外建设产能和研发中心。 半导体行业所有合格人员均受监管, 这不仅保护了智慧财产和硬体, 也保护了人力资本。 过去几年,除了重金投资美国之外, 台积电也在日本雄本县大举投资。 一期工厂主要生产40奈米、28奈米 以及16奈米、12奈米工艺的晶片产品, 已经量产一年多,现在正在建设二期工厂。 不过10月份动工之后, 二期工厂已经暂停了, 原计划是升级到6奈米、7奈米工艺, 但是现在这个工艺需求低迷, 建成之后也没多少客户了, 因此台积电暂停建设,谋求新的方案。 据日经亚洲报道, 台积电日本雄本第二座晶圆厂, JSM今年10月正式签署设厂协议开始动工, 但不到两个月就传出工程暂停。 雄本二厂原本规划的6奈米生产线, 将升级为4奈米的消息。 但现在又有消息指出, 台积电雄本二厂规划跳过4奈米, 直接改为2奈米产线, 以应对AI客户旺盛需求。 台积电2024年宣布, 将在日本兴建第二座晶圆厂, 并在今年10月正式签署设厂协议展开动工。 结果,市场对6奈米和7奈米晶片的需求开始下滑, 导致雄本二厂的施工传出暂停, 现场起重机、挖土机与打装机等重型机械等多数设备均已撤离。 此前传闻, 二级工程会升级到4奈米工艺, 不过最新的消息又变了, 台积电内部已经将分析报告成交给董事长魏哲嘉, 建议是跳过4奈米直接升级到2奈米工艺, 因为4奈米两年后投产就会面临AI客户转向2奈米工艺的困境。 2奈米工艺意味着未来的二期工厂客户不再是日系品牌, 而是转向全球范围内的辉达、AMD等AI晶片客户。 如果二级工厂变成2奈米这样的先进工艺, 日本官方显然会很高兴, 因为这等于帮助日本本土直接获得全球最先进的工艺之一。 毕竟本土的Rapidas公司计划2027年量产2奈米工艺是不那么靠谱的, 而且不太可能获得大客户订单, 需要日本政府一直输血补贴。 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表示, 台积电正考虑重新审视设计, 以优化建筑结构与布局, 背后是否涉及制程调整, 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而日经亚洲引述知情人士消息, 台积电可能将日本雄本二厂的制程从原本规划的6奈米与7奈米改为更先进的4奈米制程。 半导体人士表示, 台积电4奈米早在2023年就进入量产, 日本雄本二厂两年后投产就会面临挥达等AI客户大量转移到2奈米的窘境。 因此, 日本雄本二厂改为4奈米的风险很高, 因此极有可能跳过4奈米升级为2奈米制程。 另外, 台湾媒体也报道称, 台积电在日控股子公司JSM的第二晶圆厂极可能跳过4奈米, 直供2奈米制程。 JSM第二晶圆厂原本计划建设6奈米, 工艺的晶圆代工生产线, 但目前台积电现有6奈米, 产线的产能利用率也只剩60%, 至70%, 此时再扩产6奈米, 显然经济效益堪忧。 与此同时, 由于日本车企需求不振, 车用半导体订单规模有限, JSM第一晶圆厂当下持续亏损, 台积电正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思考JSM的营运方向。 如果转而建设4奈米生产线, 那也将面临2027年至2028年建成时5奈米4奈米, 世代需求高峰已过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 台积电内部已就JSM第二晶圆厂转为2奈米的可能制定分析报告, 较由魏哲家定夺。 不过, JSM第二晶圆厂选择2奈米, 工艺也存在一些关键问题, 其一就是与Rapidus的定位冲突, 其二则是日本内部并无对2奈米的显著需求, 日本政府是否会提供进一步财务制止存移, 此外还有先进技术转移限制的阻碍。 根据规划, 熊本二厂位于熊本一厂东侧, 用地面积约32.1万平方米, 交易厂增加约50%, 投资额约2.2兆日元, 日本政府最高将提供7320亿日元补贴。 此前台积电曾表示, 两座工厂合并总投资额预计超过200亿美元, 合机月产能将达10万片以上。 总体而言, 此次制程规划的重大调整, 不仅反映全球, 半导体产业向先进制程加速迭代的趋势, 也凸显AI需求对供应链布局的深远影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